善恶与因果 狱中离狱 火中生莲 在欲望当中离开狱 就像佛灯里的火中生莲一样 很难做到 这就是许多人做不到修持五戒的原因 狱中离狱 犹如火中生莲 在家修行要花好几倍的功力才行 和尚在寺庙里修行 比较清静 不接触外臣 不会遐想 而我们在家修行 必须接触外臣 接触就会想 在家修行不容易啊 什么都要克制 师父常常告诫你们 要想定下来 必须持戒 持戒要配上一贴药 就是磁忍 一个人要想戒 戒掉自己身上的习气 一定要磁忍 即慈悲的忍耐 比如非常恨一个人 如果能在心里想 其实这人也蛮可怜的 这慈悲心一生起就不会恨了 这就是 我对你有意见 我对你有意见说出来了 我无所谓 我不是存心的 可是 别人就会重在心里 不要对人有意见 人常说 有意见讲出来就好 那是骗人的 因为我们是人 而不是神 这种意见 一定会造成其他人恨的根基 如果一个修行人 把善恶分得太清楚 实际上 这个人在犯一个大错误 即大称心 如果这个人说 我这个人极恶如仇 实际上 这个人是有恨性 学佛的人 不能把善与恶 分辨得太清楚 因为人间的一切 全都是假象 全是由因果所生 今世被人家欺负 是前世你欺负人家 如果你认为 他这个人 怎么这么坏啊 要去为人家出头抱冤 你这个恨心 已经在心中 种下了不好的因 会增加你的称心 应该明白 这都是前世所造的因 前世所造的因 今世只有修心 才能改变 把善恶分得太清楚 称心重 最容易上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男的称心重 女的痴念重 情齿 因为前世男人 对他好过 他就一直会迷恋 但如果真的 投生到阿修罗道 也是有福报的 阿修罗道 也是灵体示尽 佛教有许多护法神 都是阿修罗道的 如果得罪了他 也会发脾气 但大护法神 是有善心的 所以人间善恶 也是因缘果报的持续 人间没有什么对于错 只有因与果 师父教你们高僧传下的 克制方法 傍我 要忍他 欺我要让他 辱我要避他 轻我 笑我 要由他 见我 要敬他 如果你今天 想做善事 是从心里 发出的意愿 好的想法 好的意愿 那是一种 非常有价值的资产 因为当你有 好的意念 从心里发出时 在你的八十田中 就种下了一颗 善良的种子 它是一种资产 是一种 无生 而又非常重要的力量 一个人 只有外在的自由 而没有内在的自由 是没有价值的 自由 即自在 外在的自由 比如 今天外环境很好 今天上班 老板不在 无人管制我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想休息 就休息 这叫外环境的自由 但是 当你坐在办公室时 有时候 又觉得很可怜 没有事情做时 就开始 惆怅 或妄想 我的家人怎么样了 妈妈得重病了 老板回来 会对我怎么样 会不会知道 我今天的 所作所为 感觉自己 活得好无奈等等 这种内心的痛苦 还有内心的无知 就造成了 内在的 不自由 和无知 因此 内在的罪恶 自私 就会接踵而来 就会感到恐惧 无法控制 自己的心灵 只有内在的自由 和外在的自由 合为一体 才是真正的自由 外在的自由 永远不能掩盖 内在的不自由 本觉 本觉 与无明 非一 也非二 实相 无明 即是佛性 本来自己 拥有的那个心 即是佛性 加上你现在 对任何事情的 不明白 不理解 实际上 不是一和二 不是分开的 实属 一个道理 我们的人生 成为相 实相 无明 就是我们的肉体 是无明的 是不知道的 不明白的 实际上 也是佛性 犹如镜子染尘 也就是说 你的本性被污染了 犹如水质起波 无明实性 就是说 你的无明 加上你的实性 你本来的实性 就是实实在在的本性 虽然你的无明 遮住了 你的本性 但是 这两个实性 与本性 实际上 是同为一体的 犹如 太阳 是你的本性 又光又亮 光彩夺目 乌云过来了 遮住了你的太阳 那你的太阳 还是不是光明的 太阳 还是不是很干净 乌云 是你暂时 沾染的 许多习气 是你在人间 所沾染的 不好的东西 当这个乌云 走掉之后 雨过天晴 乌云散去 阳光灿烂 你善良的本性 就出来了 陈光灯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